我喜欢享受生活 我热爱探索自由 让我们一同爱自己 我刚刚就这样稍微呼吁了一下 马上我们的直播人数 就已经到两百多人了 那可见大家都非常想要看 老师到底穿得有多么的sexy又性感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直播间的 还有我们录音间的今天的现场来宾 她是时尚部落客跟穿搭讲师Brenda 哈喽 我是要对对镜头 我们现在其实是有听众也有观众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各位手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哈喽早安 Good morning Brenda是一个小孩的妈妈了 对不对 是Brenda其实今天来 我为什么会在一同爱自己的单元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之前有请过很多 专业的美妆或是美容保养的达人跟讲师大家都非常喜欢 那讲的是美容保养方面 但其实除了把底子打好之外 那我们的一个穿搭也很重要 尤其是当了妈妈之后 我不知道我们其实很多听众或是现场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 应该都是妈妈 你会觉得当了妈妈之后 很多过去在你身上的东西都渐渐离你远去了 当然 例如我自己非常非常有感的一个离我远去的东西就叫高跟鞋 因为以前我是可以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跑新闻 那你太厉害了 对但是我现在除了工作的场合之外 我几乎是不穿高跟鞋一定都是平底鞋 或者是球鞋之类的 为什么因为追小孩比较方便 而且你真的觉得好累 带小孩出去怎么可以怎么有办法穿高跟鞋 然后另外以前的一些美美的小包包 也已经渐渐的离我远去 都改来就是大的妈妈包里面装满了小孩的各式各样的衣服 或是什么等等 所以感觉好像当了妈妈就不能时尚 可能还可以保持美丽 可是时尚好像很难 但其实不见得真的是如此 Brenda今天要来为我们示范的就是 怎么样可以透过一些服装配件等等 帽子 眼镜等等 其实就可以很简单就让自己有时尚的元素在 那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这个我们的直播上 那我们刚刚既然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的来宾本身就把时尚穿在身上 我们就要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今天马上就要见见章吗 对如果说今天是在广 因为如果您是在收听广播的话 我可以跟您大概描述一下 Brenda今天穿的是一席 连身的洋装 连身的洋装 没错 米白色 是贴身的 那这个洋装的一个质料算是线衫 对不对 有点线衫 厚的线衫毛衣的状态 非常的贴身 当然这个衣服一定要身材够好才能穿 但是你可以站起来吗 我可以让他站起来 让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吗 可以看到它其实真的很美 有点触怯 我们赶快试一下 站起来之后这个就非常的美 但是重点是在背后 其实你看前面你会觉得 很素雅的一个打扮 非常符合妈妈的一个 很有质感的穿着 但是玄机在背后 我们转个弯好不好 我们转到背后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对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 就是一个美背 刚刚有人告诉我说 是不是V型漏背 我跟大家说不是 它不是U 它完全就是一个长方形 整个美背都露在外面 这件衣服真的很美 谢谢 童文 等一下 你一定要去换上它 我换的时候我怕你没有衣服穿 我有别的粉 然后我们的直播会破钱 这样不太好 我们会被关切 我们是早上的时段 我们是早上时段 所以这件衣服非常的漂亮 哇 对 大家都讲说真的是很漂亮 希望能够停格在刚刚那一秒 好 所以今天的这件衣服 是什么牌子的 我刚刚就已经直接问了 是什么牌子 其实不是什么品牌 它就是一个韩货的小店 在东区 买的 所以其实真的确实有很多的 现在真的很多女生都很喜欢买韩国的衣服 或是饰品等等的 对不对 因为 快速时尚 所以很高 就真的很高 Rena自己的小朋友是一岁半 对一岁半 男抱抱 所以你说要追小孩 有 我现在也开始追了 对 但是唯一一个跟同文不一样 我没有办法放弃高跟鞋 我实在太喜欢高跟鞋了 所以我算是蛮有强迫症的那一种 可是我觉得个性有强迫症的妈妈 反而有时候是个好事 就是你会硬逼自己走出门那一刻 不管我是牵小孩或是倒垃圾 或是推婴儿车去哪里 我还是会希望自己保持一个状态 还是自己是觉得舒服的 对对对 就是强迫症 所以 刚刚我不是有讲到就是说 对我来说 当了妈妈之后 逐渐远离我的几个东西 第一个我讲的就是高跟鞋 那其实你也有提到就是说 我是一个妈妈 但我也要继续劝高跟鞋 没错 对 就是要这种坚持 要有这种坚持 可是也要有这种能力 就是穿高跟鞋 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 如果大家觉得说高跟鞋 你可能觉得实在是太不时机 因为可能会不闻 或是你抱小孩会跌倒 还是有一些安全性的疑虑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调整成中跟 好吧我们说五公分 我觉得五公分六公分的高度 一样可以让女生的线条 看起来是漂亮的 或者是穿一些有增高垫的球鞋 现在也很红 对 我现在就是穿有增高垫的球鞋 这是好方法 这是妈妈的神鞋 我觉得 好 所以Berna说 你其实应该还蛮年轻的 应该是蛮年轻的 不好说 不管怎么讲 就是你在当妈妈 在决定当妈妈 然后怀孕的那个过程 到生了小孩之后 其实你有没有曾经害怕过 你的美丽时尚 会因为当了妈妈之后 而有所改变 我一开始其实蛮害怕的 尤其是怀孕的初期 然后因为你会发生小腹 震震的有一点隆起 可是又看不出来是孕度 所以一直觉得 会被觉得是小腹 然后我就开始很环绕 可是其实我从怀孕开始 就是很狂的妈妈 我就发现我很享受 怀孕过程的任何穿着 然后发生其实那个穿着的力道啊 比一般以前没有怀孕的时候 穿起来更吸引别人的注意 然后我就慕名的自信心就大增 怎么说啊 怀孕的时候的穿着更吸引别人的注意 尤其是到周期 你怀孕的时候也都漏背就对了 有漏背 也有又对了 但是那时候我很喜欢 穿很合身的衣服 因为那时候你再也不用 是稀小腹啊 然后要去注意 因为大家就认为 你是个妈咪 你是这妈咪 所以你会用一个很神奇的标准 神化怀孕的妈妈 对 就是说过去年可能 有一点点小腹 人家就会觉得 好像胖了 可是当你在怀孕的时候 你还穿得够贴身 人家会觉得 你的肚子算小之类的吗 是这个意思吗 或者是说那个曲线好漂亮 因为当时 比方说我穿很合身的话 然后整个肚型是这样子出来的 那那个曲线大家会觉得说 哇 你这个曲线好漂亮 不管男女老少都会被你吸引住 所以你没有像很多妈妈 会想办法长肚 穿得宽宽松松的 我好在怀孕的时候没有 对 可是可能是因为我中后期是夏天 也热 然后我也觉得也藏不了 而且我可能个子很矮 所以我就觉得反而长度 去藏一些 比方说穿一些 所谓的娃娃装三星的 我觉得反而更胖 对 因为我也是小个子的 这是可以了解 对 我也是不穿娃娃装 因为你看起来会 尤其是怀孕的时候 有怀孕过的 妈妈们都知道 怀孕的时候你的那个 唯一可能会让你很满意的 就是上尾 就是有点开心 就是可能这辈子没有享受过 这么丰满的上尾 但是如果你个子小的时候 你又因为丰满的上尾 然后再去穿上一个散装跟娃娃装 其实你看起来整个人是更臃肿的 对 会变成一个巨型的葫芦 对 不够长 人不够长的话 所以我也是不选择穿这样的衣服 那当然 可是你说一岁半 所以其实小朋友生了之后 很快的身材就恢复了吗 我算是算快吧 因为我其实 其实我胖了10 最后胖了15.5公斤 然后就到我人身体重的至高点 可是我在产后的第五天 就掉了9公斤到10公斤 其实一般人大概 大概都会这样 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 一般人就是这样的状况 不过你胖15.5其实有点多 是算多的 是算多的 很多人都说 怎么会 怎么可能 因为当时我其实是均匀的变胖 手臂 脸 脖子 就是全身是均匀的往痕扩张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看不出来胖了15.5 可是实际是有的 然后我后来 因为我本身就是蛮喜欢 就会运动这样 不是那种健身狂热 但是我就强迫症 所以产后可以开始去健身房 我就很认真 还有饮食上的控制 所以很快就回到了 怀孕前的体重 就是体重我觉得不是一个标杆 就是 身形 对不对 我觉得线条还是大家要 比较在意的 比方说你的体脂率 或者是说可能怀孕的时候 怀孕完产后我发现 尤其是腰后面的位置 还有那种骨盆旁边两边 因为当时你要撑住宝宝 所以腰肉 还有大腿我觉得是 我自己 是增比较多肉的地方 所以我那个地方 会加强去训练那个位置 让你的线条是好看 然后赶快穿回比基尼 对 这是一个 对 立志自己的方式 我可以跟大家讲 因为我现在坐在旁边 尤其我又一直不停地看到它的美背 确实身形恢复得非常好 就是如果说一岁半的小朋友的话 其实是 谢谢 看不太出来 是一个一岁半小朋友的妈妈 那 其实怀孕的时候的一个控制 也是蛮重要的 对 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因为 本身荷尔蒙的关系 它可能没有办法就是 马上可以恢复到自己理想的身形 可是也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你的穿着也不见得就一定要跟 以前一样 你可以是符合自己的身形 然后去做一些穿搭的变化 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心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 我不知道男生怎么看女生 可是在女生看女生的时候 我们不见得是看你身材好不好 对不对 我们是看 哇 亮不亮眼 突然间有哪个地方就特别吸引我 所以这个时候 你身上的穿搭就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Brenda也 要告诉我们就是说 而且其实Brenda刚刚有讲了 她其实在带来 今天带来的一些配件 带来一些东西 其实都是蛮平价的 对不对 就是配件 对配件算是都是平价 对 就是说其实可以用配件 来打造自己的时尚感 而且今天主要是要来告诉大家 2019流行什么 所以如果说现在才加入我们的听众朋友 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来搜寻生活同乐会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直播 因为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跟大家示范的是 2019的一些流行的单品 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妈咪 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逛街购物 但是你怎么样可以在家里面必备一些单品 你出门的时候加上这个单品 你就会变得看起来很时尚 对不对 先来讲一下2019流行什么样的颜色好不好 有一个是 我先说一个是比较没有那么夸张的色彩好了 是所谓的裸色大地色系 童文会喜欢穿这个颜色吗 裸色我喜欢啊 所谓的裸色应该是卡齐吗 对卡齐类似的 卡齐的那个色从浅到深 都是今年春天会很流行的颜色 其实卡齐色很好看 可是姓色也算吗 姓色也算 我超喜欢姓色 但是有一些人穿卡齐会有障碍 我会觉得怕自己肤色看起来不够白 对 因为卡齐色本身是属于大地色里面 比较偏黄 我们又是黄种人 一定会怕肤色的问题 可是刚好我观察 就是今年2019春夏很多那种 时尚伸展台上面展示 其实是比卡齐再更淺一点的颜色 我觉得应该会有点像是 我现在如果看得到画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植若的朋友 大概是这个颜色 对 可能再更淺一点 而且尤其流行的是 全身都是浅浅的颜色 比方说如果你有姓色的衬衫 你下面再搭姓色的雪纺的宽裤 然后再穿姓色的平底鞋 如果整身是这个感觉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时髦 而且气质会很高压 而且还是不识女人味 就还蛮推荐 是所以比较实用的流行色系 那另外一个如果是比较 真的是大胆一点的话 黄色会是今年春天很夯的色彩 如果你敢全身从头到脚 都有收藏到黄色的话 黄色同温会 我有耶 我有黄色的毛衣 我一定要讲一下 黄色是我小时候 完全不敢碰触的颜色 我说的小时候 是指还没有当妈妈之前 可能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都还不敢 我大概在35岁之前 都不敢碰黄色 为什么 因为太鲜艳了 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 以前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的衣柜打开来 清一色只有白色 黑色 蓝色 跟灰色 好像很多人都这样 就白色 黑色 蓝色跟灰色 而且这当中黑色一定是占最多 是 我妈那时候每次都会讲说 你不要每天都穿着这样 乌其妈黑的 对 妈妈的 妈妈那时候都会很喜欢 比较亮的颜色 对啊 妈妈 always是喜欢亮色的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穿红色也太恐怖了吧 殊不知我现在红色的衣服最多 对了 红色是很非常非常美丽 有雅的颜色 因为红色其实很容易让你看起来 脸色气色很好 尤其像我们每天早上直播 因为直播间是比较暗的 我们的后面都是比较暗的 所以如果说我穿太暗的颜色的话 其实在直播的视觉上 会比较没有那么舒服 那在职业道德上面 我要让大家看得舒服 我就会穿得比较亮 那我这几年才开始尝试黄色 我以前觉得黄色会让皮肤看起来黄 可是我这几年穿了黄色之后 我发现其实很好看 是很好看 而且你白 你穿黄色 你应该没有什么颜色障碍 应该什么颜色都适合 对 我其实不太调色 对啊 白皙的人就是这个好处 所以你说今年黄色也非常流行 所以今年逛街 我会看到很多黄色的衣服吗 非常多的黄色 从黄色的上衣 黄色的洋装 黄色的西装外套 黄色的裤子 我觉得黄色裤子 其实就还蛮大胆的 黄色的裙子 还有呢 我自己也有 最近新买了一双 哇 好好看喔 黄色的高跟鞋 对 这个黄 其实应该说今年的黄 更接近这个黄 对 这个黄色亮 它不是那么超好看的 它其实有点像明黄 芥末黄 抱歉喔 有点鞋跟 而且这个鞋跟 也不算太高 其实我觉得不高 算四分啦 大家觉得这一个 9公分 9公分 有9公分吗 有9公分 那其实也还是蛮高的 我们的山鱼 看到 山鱼你平常有穿高跟鞋吗 没有 到摇头 这对你说很高吗 等一下再穿看看 亲命点头 9公分 欸 这个鞋其实很好看 对啊 而且它拉长腿型 效果很好 我跟他讲喔 其实尖头的高跟鞋 有一段时间不太流行尖头 但其实尖头高跟鞋最好看 是 那它这一双我觉得又 又 因为它又不是全包 它又有点露空 穿起来非常舒服 这是这一季的吗 这一季的 而且我去买 我已经看到牌子了 我已经看到牌子可以买 大家直播的应该很容易 就看到它是什么牌子 对 有直播的 看直播的 四个英文字母 对 这不是他买的吗 对 因为其实在台湾跟国外 这个牌子的货货比不太强 听说有点不同 但近期听说它没有在调整 就是希望是同步的 对 这双好看 这双好看 所以很喜欢好看 对 刚有人问皮肤黑有办法驾驭裸色吗 可以 真的吗 我就是觉得可以 如果你是那种卖肤更好 你是晒得很黑的那种 穿裸色会漂亮 我们想象一下看到 就是很多拉丁的女星 或是黑人女星 像他们颜色是 肤色是比我们更深 可是他们穿裸色 其实是反而很跳的 大概是那个反差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健康肤 然后是天生的 也没有关系 虽然裸色会非常非常 反而有一种 时髦感 那有没有要挑 因为裸色它其实 从浅到深都有 都有 那如果肤色比较黑的人 比较深的人 他要挑浅的 还是挑深的 我建议是挑浅的 建议挑浅的 对 才能够造成那种 落差的感觉 然后刚刚童文有提到性色 大家知道为什么性色 会这么的适合东方女生 因为性色算是裸色系 里面有偏一点点 微微的粉色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调和我们 那种黄肤的那种暗淡感 它反而会就是让你的 就像腮红的感觉一样 打上腮红看起来很美 所以只要性偏粉的裸色 会非常适合各种肤色的女生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颜色部分 那我们马上就有我的铁粉说 刚刚那个黄色让他想到了 我自己的肖童文粉丝专业的大头照 因为我那个大头照 就是黄色的套装 是我在户外转播 那时候我还在播新闻的时候 我以前在播新闻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在伊甸市 我们早期在伊甸市 所有的衣服都是定制的 那我们的颜色绝对没有暗色系 因为我们播新闻一定要够亮 所以就是黄色 红色 这种比较亮的衣服 正色系很漂亮 我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 才开始敢穿黄色 而且发现原来穿黄色很好看 那个时候是一位香港的造型大师 他是郑秀文 是阿妹的御用的 御用的在香港鸿堪演唱会的 御用的造型师 非常有名 那时候我们老板黎智英 他就重金礼聘了他 来帮我们当时伊甸市 刚刚开台的时候 的主播打造服装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 按照自己的身形去打造 对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我每次穿黄色的那个套装的时候 大家都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看我成为一根香蕉 所以呢 我就把那根香蕉 当成我自己个人的大头贴照 很好看 那刚刚讲到的是颜色的部分 那等一下回来休息一下 我们要开始介绍单品的重点 OK 单品的重点包括配件 可能有大耳环或者是帽子等等 今天Brenda都拿到现场 还有重点另外一个 产后的妈妈 你穿搭的技巧重点 这个很重要 怎么去修饰 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其实都可以靠穿搭 然后还有就是育儿 育儿你不要觉得说 出去外面看起来就是很邋遢 因为其实也可以有一些育儿的单品 看起来可以很时尚 没错 那锁定我们的直播 赶快上直播 因为这个东西你要看直播 你才看得到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10点33分 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的 一同爱自己的现场 在我们现场直播间 跟录音间的来宾是时尚部落客Brenda Brenda真的很时尚 我必须要这样讲 因为她刚刚一进来 我们整个录音间的感觉就不一样 真的 就是整个时尚的感觉 我觉得你先介绍一下 你今天自己的搭配 因为你今天的穿着 它其实 这个腰带的部分 这个宽腰带是 是本身附的吗 还是你另外 另外再搭的 我们就从Brenda本身身上来看起 好不好 Brenda今天 刚刚一开始 你可能还是要暂时来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要暂时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直播才看得到 对 你可以介绍一下 你自己今天的穿搭吗 我们如果在看直播的朋友 我现在可以看一下 待会他还会转个身 继续给大家秀一下 还是我今天就一直背后好了 你就如何 对 那我先介绍一下 你今天的搭配 因为其实今天出门还蛮冷的 所以我就挑了这个 比较厚料的洋装 那因为白色系 会让自己气色看起来很好 所以洋装本身 他的时髦点不是 他不是很强 就像刚刚童文讲 他是很简单的洋装 可是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欧美 有点个性的感觉 像今年的腰带 是一个大重点 就是你什么样子单品 系上腰带 就会多了一个时髦时尚感 而且他可以 变相的修饰你的腰 我可以直接就是 给直播的人看 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远远的看 你会觉得就是一片而已 对 因为我的骨架的关系 我是扁身 所以侧面是扁的 但是我正面其实是 有没有长方性 对 就是腰身身条 你会觉得看起来比较宽 对 那因为产后 其实也真的会 稍微有再多一点点宽 我现在还有百分之五 需要努力这样子 这个有腰带跟没腰带 怎么差这么多 对 就是有差 然后呢 差真的很多 对 然后我自己在戏的时候 大家现在其实很多牌子 都有出宽腰带 然后 不好意思 我跟这个 没有办法看直播的朋友讲一下 那其实Brenda她今天穿的是一个 有点米色 杏色的 长洋装 那她 因为她是one piece一件 那她搭配的一个是 黑色的 宽腰带 然后是金色的 腰带头 对 你就这样子很简单 然后做一个 做一个 它其实很简单 因为如果很多腰带就这样放长 是不是很臭 就觉得蛮臭的 你就稍微把它卷一下 对 通常我就把它这样子 由内 好 往上勾 然后再下去 因为我这个也比较硬 所以没有那么长 所以可能有时候会跑上来 大概就是这样的剪 其实有时候 有的会突出来那个腰带的头 其实反而又变得像可以修饰你这边 小腹的这种弧性 就是很贵 我们刚刚有朋友说 没有腰带 感觉瞬间变睡衣 好消息 对 所以你看配件有多重要 配件有多重要 是真的 对 背后的部分 因为这个衣服本来就有一个设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一件的背后 而且你的这个腰带 刚好又是落在 落在你的这个大漏背 对 它这个背后整个是挖空的设计 不是V而已 它是整个是挖一个长方形 所以真的非常的漂亮 可是有人就问啦 欸 直播已经四百人了 耶 超好棒喔 不是 我们真的非常谢谢Brenda 今天为了我们穿了这个大漏背 没有没有没有 那大家就会问啊 我刚刚第一个问题也是问 像这种大漏背装 那衣很难穿 因为我们刚刚有悄悄话过 其实我今天是贴胸贴 对 应该不会太透 我就会害羞 不会不会看不出来 因为我其实觉得 new bra 就是那个矽胶材质 new bra 会太重 那我是那种动作很大的那种女生 又是妈妈 你要追小孩 然后那不小心掉下来 那真的很糗 其实我反而觉得胸贴很好用 胸贴 矽胶材质 你今天是因为来上节目 你带小孩出去会穿这样吗 呃 我的前年的 跨年我就是穿这件去晚餐 带我的baby 然后我就一家人一家三口 就穿这个去晚餐 然后再去看烟火 那你有把他背在身上吗 我那天背在身上 但是我 你把小孩背在身上 然后穿挖空的大漏背 有 我很常 我其实我夏天的时候 如果朋友愿意去我的粉专看 就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发狂的妈妈 我夏天的时候我就推她去散步 我真的就是穿那个大漏背的苍羊装 然后她想睡我就上背带 可是因为背带不是绑在后面吗 对 所以其实远远看也不错啊 所以其实 其实背带绑在后面的时候 那你应该都要用前背 我几乎是前背 因为这样才不会挡到你后面的 这个挖空的美背设计 只有吃饭的时候 我把它转后面 如果她想睡觉的话 然后我也觉得Brenna今天的项链 非常好看 因为我自己个人 我自己个人觉得我的穿搭最 我最最没有办法 就是每一次都让我觉得不满意的 就是项链 真的吗 今天你的项链就很美 我这个项链是 always戴在身上 我不拿下来 就是24小时睡觉都戴着的 也不是因为她 因为她非常地没有感觉 她是一个非常亲肤的材质 然后她上面是那个字母链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Nicole 对 这条项链也是大家 我的粉丝都很喜欢 我还帮她们开团 真的很好看 很漂亮 她也很像是那个 所以我是一天24小时都戴着她 可是像其实很多衣服穿搭 你需要一个项链 项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穿搭单品 对 像你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条来搭 它这个是一条 算是中长度的 其它是两条 两条在一起 一条是长的 有点像Y字形 这样子下来 然后垂坠有一个小骨壁在下面 然后它上面短的 那条其实是双层的 应该是双层 对 这个是一个现在美国很红的网购牌子 直接说 可以直接讲网购牌子吗 我们到时候再打在下面给大家看好了 对 它价格也不高 然后现在就非常推崇 多层次的项链的穿搭 然后有很多 国外的欧美的一些blogger 也非常喜欢这样做 然后也一样跟刚刚那种腰带 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我把我的整个项链拿掉的话 其实这边其实是很空 就像网友说 其实它就是 太简单像睡衣一样 所以其实配件真的会让你 pop up你的整个人 而且其实项链都有小心机 为什么我会跳一个比较长的项链 它可以拉长我的脸型 可以拉长我们这边的颈部线条 然后让你的女生看起来更 更优雅 有点小心感 刚刚有人问说 像是小个子像我们 我们其实都是小个子 小个子的配件该怎么用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如果今天我个小的话 我的配件如果太大 或者是太重 反而会看起来 好像把自己人压得更低 其实我觉得跟个子是无关的 可能跟颈部线条 跟颈部的长短 可能还多少有点直接的关系 其实像我的脖子算是短的 就是不是那种超级修长型 然后一样也跟你的肩膀的比例有关系 可是可能这样会长太深 我觉得其实简单把握住你衣服的领形 跟你项链的搭配要有一些结合 我觉得就会让你不会有那种压大的感觉 像我今天的这个 我今天穿的是红色的一件上衣 它是宽松的 然后也是个大领 其实就非常适合用你今天的项链 要不然来我们来换一项链 好 你看我终于成功的把他身上的东西拔下来了 衣服快点大家网友要站起来说赶快看 通文可以穿这件洋装 对所以呢 其实搭配很重要 那现在呢 我们的Brenda 通文可以戴这一条 他立刻就把他的项链给拔下来 要带 大家可以看一下差异 前后的差异 我现在穿的这一件是 红色的大领子洋装 那这个大领子洋装呢 好 好 来我先把我的耳机拿下来 好 大领子洋装的这个 我刚刚原本是搭配一个非常非常不显眼的项链 是内项链在里面 那你就会觉得脖子这边很空 那如果说我们搭一个长项链的话 来看一下它的差异性 好在这边 那 呃现在看起来 然后其实里面那件 因为现在你的链子颜色是不同 里面是玫瑰金 对 外面是偏金 可能会有点落差感 但是其实就是把你前面上面的短项链 再拉短一些到锁骨的位置 就等于是锁骨链加Y字型的项链 其实是一个最基本 最好上手的多层式项链的搭配 大家可以试看看 我把我的麦克风往旁边移一点 可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那这个是一个项链的搭配 那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单品的搭配 可不可以赶快帮我们介绍一下 没问题 然后呢再来是提到的是帽子 我觉得帽子也是 不论是你是任何身份的女性呢 都会是一个很可以买的配件 像我今天就带来这两顶 其实就是帽子真的不用多 这个呢是今年很红的 贝雷帽嘛 就是它应该比较像是军警帽 军警帽 然后结合有点小暴通 就是这边大大的 然后呢帽檐前面是比较小 尤其是这种毛泥的材质 就很像香香那个牌子 所推出的那个感觉 对那我今天其实这样子是有点多啦 但是其实我很常出席一些时尚活动的时候 然后它会让你的时尚度会突然间 爆增 如果说我那天穿的很熟女 只是一个很熟女的一个小洋装 可是你加一个PE 然后戴个帽子 哇 你的那个吸睛指数就完全又不一样 有欸 现在戴上去马上感觉就不一样 就又不同 他只是说这样可能比较不搭我今天 太白了 所以我们就先拿下来 所以就是军警帽的形式 对 然后如果有一些毛泥的话 毛泥的话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万年不败款 就是帽檐比较大的帽子 有人说它是接近巴拿马帽 就是南美洲的人 他们都是会戴帽檐比较大啦 夏天你可以选比较藤枝的 但是洞不要太大 不要太像草帽 硬挺点这种 其实这个很百搭欸 就是 我可以戴吗 戴了 哇 好可愛 好 我现在主持人戴一下 少女 对 这个 这个大的帽檐 好适合你欸 对 真的吗 好适合有刘海的女生喔 所以我现在戴一下这个帽子 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帽檐 对 然后 它可以怎么搭 看起来会比较帅气 对会稍微帅气 休闲或是度假感都可以 其实如果说像是 我刚刚说的都是比较盛装Dress up的风格 可是一般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 那其实穿很简单休闲你 周秀二日出门 你穿一个冬天很简单的真知衫 大家一定都有吧 圆领V领随便都可以 牛仔裤大家应该都有吧 嗯 然后呢小白鞋 休闲鞋 球鞋 刚刚同文说的球鞋 其实 这样子搭 然后再搭一个长版的外套 其实这样就非常好看 欸 大家都称赞好看欸 我是不是该把它买下来 是不是 还是我们赶快 真的 而且我突然间发现 有在看直播的朋友没有发现 就是戴上帽子之后 我觉得整个脸又变比较小 没错 它会让我的脸又变小 真的变小很明显欸 不然大家可以往 等一下可以往前再拉一下 你就看我在戴帽前跟戴帽后 整个脸好像小了一号欸 也没有这么夸张的 突然想起凤飞飞 谢谢您 这样你的状况好 凤飞是我们的帽子女神 对 所以这是帽子 那其实说不定就是我只要买两顶 就是一个是类似这样子 对 军颈帽后的毛衣 然后另外是一个宽的帽颜的 对 比较休闲的 其实就够穿搭的 其实就非常够了 所以帽子其实两顶就够了 还有什么配件要帮我们介绍 再来当然就是墨镜咯 墨镜也是一定要的 对 我现在 我觉得现在国人戴墨镜的比例 应该非常非常非常高吧 不会说一定是 哎呦 你是大明星才能戴的 那我觉得像今年其实很流行 抱歉 那个镜片 没有关系 也太常戴了 就是这种金框 而且镜片呢 是不要整个都是太黑 或是一片颜色 那有点茶色 琥珀色 对 或是半透的看得到 你的美丽的双眼 我觉得是现在一个很时髦的趋势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我也来戴一下 一定要戴一定要戴的 一定要戴的 好 来戴一下 哇 这样有好看吗 超级稠欸 可是它会不会太多 就是我又有眼镜 又有帽子 会不会太多 就是如果这样二环可能就要拿掉 二环可能就要拿掉 可是这眼镜也很适合美 对 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戴眼镜 戴一个 戴一个就是有点设计感的太阳眼镜 它真的就是一个最好的搭配 你没有看到艺人 艺人有时候戴墨镜 其实不见得是因为要让别人认不出它 其实是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随手拿起来就可以 就可以这个做一个穿搭的一个角色 而且我觉得墨镜 其实是我们的化妆品的一种欸 因为如果你今天就是只是很懒惰 化眉毛 黑眼圈很深 对 例如像我昨天怎么晚上都睡不着 不知道为什么 欸 就戴一个这个眼镜 我自己的太阳眼镜 其实就是差不多长这个样子 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 你知道那一支其实就非常像 对对对 半厚的 也是金光的 欸眼镜大家在问是哪一个牌子 也是 不是这个吗 这个是 另外的眼镜盒 它的名字比较长点 比较长 比澳洲的 我跟直播朋友讲 因为我们在广播可能比较不方便讲牌子 可是直播的时候可以讲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这段结束之后的 广告时间 我们会请Brenda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些刚刚比较不能讲的牌子 所以如果说你想知道的话 先可以上直播 等一下我们在广告时间都会讲 所以这个是眼镜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再来我们就是讲一些单品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这应该也是很多人有的 牛仔裤 刚刚讲到牛仔裤啊 一定要有一个破洞 破洞牛仔裤 必备 必备 亲说啊 这个也多带大 是吗 很凉很凉 透风这样 很适合夏天 冬天也是可以穿的 就是呢 我觉得尤其是 如果你们是当了妈妈的 其实我觉得不用那么规矩 因为你其他上衣穿T恤都可以 衬衫寬版衬衫 随便你 但是我觉得其实牛仔裤真的 可以多一个破洞的 这个也是韩国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秀的这个画面 这两块破洞呢 有很大洞对不对 它是在膝盖的地方吗 对是膝盖的地方 刚好在膝盖 很大啊 这真的很凉 这个小孩的头都可以塞进去 哎呀 就是小baby吧 好啦 大家如果说不爱那么大的话 我觉得就是微微的破洞 的 那重点是 我是要讲酷型 就是他其实是介于boyfriend pants 他没有那么酷 有点男朋友酷 一点点 但是又不要那么夸张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男朋友酷的意思吗 呃 其实男朋友酷 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说 他在你的 穿起来你的 腰臀没有那么包 因为我们很多牛仔裤 不是整个都把女性的 都包起来 对没有那么包的 然后呢 大腿处这边会稍微比较宽一些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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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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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了 但我这算是变性的 没有那么男朋友 惟难有 她没有那么 charity 对没有那么宽 然后重点是九分的 我觉得是 蛮推荐给东方女生 因为个子如果没有那么高挑的 嗯 然后大那个 auger 平底的可以哦 Gentle的平底鞋 其实也都会非常好看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说 产后的一个传达技巧 剛剛其實Brenda就已經示範了 很簡單的 我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我們時間也差不多 那產後的一個穿搭技巧 怎麼樣可以修飾身材 就像妳剛剛說的對不對 第一個是善用腰帶對不對 善用腰帶 去做出一個上下的比例的層次感 做出曲線 然後妳說要上寬下展是不是 其實這個應該是超級鐵律 我快快速速的說 我相信現在很多媽咪喜歡穿短褲 其實她可以露腿 可是我發現很多台灣的女生 反而不喜歡腰的曲線 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媽咪 那沒關係 妳可以穿寬鬆點的上衣 都可以寬襯衫 寬的運動衫 現在很多那種臉帽的 那妳下面搭窄一點的短褲 或者是很合貼的 Legging 或是合身的牛仔褲 上寬下窄 把妳最不喜歡的 腰到蓋住臀部的那個位置 那個比較容易顯胖吧 然後妳再穿 正高的後底鞋 其實就哇 整個人看起來就是瘦 然後另外妳還特別強調一點 是要同色系的穿搭嗎 非常推薦同色系 不論是 當然除了全紅全黃 這種飽和色系之外 我們可以說是接近色系 像最簡單的就是全黑 全黑黑加黑 或者是說 同樣都是大地色系的 我把粉 跟紅也算是同一類色系 同色系的穿搭會有視覺的延伸感 妳看起來絕對是高調的 好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Brenda只可以跟我們聊到這裡 但沒關係 我們以後還有機會 再請Brenda來節目裡面 跟大家示範一些 不同的一些穿搭技巧 因為這個其實很有趣 那我相信連男生看 可能都覺得蠻有意思的 那剛剛大家所想要知道的一些品牌 我們接下來在這個廣告的時間 在FB的直播 我們會繼續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非常謝謝Brenda 謝謝同文 謝謝大家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